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要开始 马太福音的第一讲 马太福音引论 马太福音被称为教师的福音 因为他的内容结构 非常适合来作为教导之用的 尽管马太福音是为耶稣的一生 提供了生动流畅的一个描述 而路加福音 他是以一个敏锐的笔来描绘 耶稣跟人相处的交往 而约翰福音明显的 他是刻画出来耶稣基督的神性 但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是收集了耶稣的事迹 以及他的言行当中 特别跟一般的教会生活 有关的事情来结集成书的 使得教会的教师可以来引用 马太福音 这个作者马太本人很可能 他就是从事于教导的工作 而且把自己在教会里面 经常使用的教材 后来就把它写成福音书了 那么其中最明显的在这个马太福音 是有五大的讲论 或者称为耶稣宝训的一个选路 那么这一方面的内容 每每是比较可以看到的是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或类似的措辞来作为一个结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五篇的讲论包含了第一 登山宝训是第五章第一节 到第七章二十九节 宣教的讲论 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一章第一节 天国的比喻 十三章第一节到五十三节 教会行政于记录 在十八章的第一节到十九章第二节 末世讲论 是二十四章第一节到二十六章的第二节 每一篇的讲论 似乎都源自于其他的福类福音 也就是马可跟路加 而每一篇都有他清楚贯彻全篇的一个主旨 在这个当中所收集的讲论 有不少都记载在其他的福类福音当中 因此马太似乎精心挑选了耶稣的教训 按着不同的主题来选入成为主要的五篇的讲论 事实上这个传统的讲法是跟相当配合一位犹太的税吏来变成为教会领袖的人 也就是这个作者 他对犹太教自然流露出的那一种既爱而且恨的态度 就把它写在这个纸上面了 那么我们再来说吧 当这个马太税吏 他会习惯于写报告 或者处理各种档案 所以马太他极可能在门徒当中来担任文书的工作 当然这些看法始终欠缺真凭实据 在众多初期教会人物当中 马太绝对有可能是这卷书的作者 但是因为福音书本身并没有论到作者是谁 作者的身份仍然有争议之处 马太的一个写作对象是一群讲希腊话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居住在一些犹太殖民地的中心 例如叙利亚的安提阿 而这些基督徒被一些震恨耶稣 还有基督徒的犹太人包围和攻击 向他们证明旧约圣经当中 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就是耶稣 马太他主要就是要告诉他们 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因此犹太的背景 非常的浓厚 这一卷书 包含了加普或解奇 而且在这一卷书里面也引述了 引用了大量的旧约 这卷书的写作年代 大概是在第一世纪六十年代左右 耶路撒冷被罗马帝国的大将军提多 把他毁掉 圣殿那个时候完全的被毁坏了 因此在这个七十年代以前 圣殿还没有被毁 因此这卷书很可能是在七十AD以前的所写的 马太他是一个以犹太人的身份来写给犹太人 他指出来旧约的期望 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来得以成全 耶稣就是以色列所期望的弥赛亚 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 为什么 因为马太他就是从旧约的引述 然后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 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马太就指出来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了 而且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第一章二十三节 后来马太又说明 他也就是耶稣 他是但一礼书第七章的所谓的人质 在但一礼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有这样说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 见有一位像人质的 驾着天云而来 被领到更古常在者的面前 得了权柄 荣耀 国度 使各方各国各主的人 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 那么在这里面有特别提到 但一礼他在夜间 见到异象的时候 看到有一位像人质的 因此 马太他就特别的证明 耶稣基督 就是但一礼书里面所说的那一位人质 这里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受苦的仆人一样的 都是在证明耶稣基督就是人质 作者马太他身为犹太人 他发现犹太的人按照他们的传统是为宝贵的 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 应验这个字在马太福音全卷书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要旨 在马太福音的首先的两章 作者就寻着一致的一个格式 譬如引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 显示出来 耶稣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那么他的使命是要来成全律法跟先制 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了 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来成全律法的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所探讨的 也就是要成全律法和先制的一个争议了 在书里头也多次的提出来指出 耶稣的工作 他的工作比旧约当中的伟人更伟大 作者用这个来作为辩证 耶稣不但应验了先制的个别的预言 乃是要成全旧约所描写的一个真正的生活跟宗教 马太就凭着这些跟其他别的方式来辩证 耶稣的使命是建基于旧约全部的启示上面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 马太的这一位作者 他的用意就是要不断的来引述旧约的圣经来应验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已经成就了 已经应验了 这个是他主要的一个宗旨 马太福音被视为新约当中最具有犹太特色的一卷书卷 他的重点在于旧约的应验 经常提到犹太教义的一个争辩 作者又假设读者是熟悉犹太人礼仪的习俗的 书里头用了不少犹太人所惯用的术语 比如说天国或者是大卫的子孙 那么这些都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可以出现的 还有一些未经过翻译的亚兰文的词语 当时带的这一些住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 他们基本上都会讲亚兰文 因为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是很接近的 福音书由耶稣的家谱开始 家谱的重点在于指出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 有君王的身份 大卫是神应许以色列家的王 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解释了 耶稣如何成为约瑟合法的儿子 而约瑟本身也就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耶稣就有了君王的身份的 连外国的博士都要来寻觅这一位犹太人的王 这个是几位博士来朝见 耶稣基督就是要来朝见犹太人的王 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五节清楚的说明 耶稣虽然被称为大卫的子孙 他却不单只是一国之君 他宣称他来是为要实践神的王权 而他自己又是宇宙的君王 马太福音是唯一提到人子的国 这样的福音书 我们可以参考十三章四十一节 十六章二十八 十九章二十八 二十五章三十一三十四节 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当马太描述人子的国的时候 所用的文字跟旧约当中 形容神的王权 这些字是不晃多让的 也就是可以说很接近的 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魔鬼来试探他 要把世上的荣华都赐给他 耶稣断然的拒绝 他选择了顺服天赋 直到最后他就能宣告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二十八章十八节 讽刺的是什么 当他在十字架上被击封为失败的 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王是失败的以色列王 可是他却借这个定十字架 达成了他最终的目标 成为天上地下的王了 这一位是非而是的君王 他的尊贵身份 在这卷福音书两句首尾呼应的片语当中 就显示出来 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 一章二十三节宣告 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意思是神要与我们同在 耶稣在这卷书的末了 他宣告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了 马太借这一个让读者认识到 耶稣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弥赛亚 而且有更尊贵更伟大的身份的 所以这一卷书就勾画出来 耶稣的生平以及在世的使命 肯定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之外 还把他的传道工作归纳为教训 宣讲医治这三种执事 那么这个可以当作为充实的训练材料 还有事工的一个模式 可以把这些就应用在 今天的教会事工里头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 马太福音它的重要性了 好了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谈吧 再会 主要不是小时候会脚与 木石 гор了 祝 angels 樊 豆 arta